AM娛樂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龍兄花 我是愛林 長得很好 真好啊 口音超重的 所有當事人都指控你 違反刀傷規矩不行 不可以嗎 沒關係吧 怎麼做都沒有傳說中那種 深天到南天門的感覺 你去過那裡之後就會掉到地獄 我在南天門 我在地獄 很想你 慢慢就不通了 什麼 你 我大污不得禁 小弟在香港都尚算有少少恨認識 對不起啊 他的Google可以Google到我 不好意思啊 所以在這個call time 和call time 上面 我是第一次收到一份call time 好像是沒有我演員名 就是Uber Dick 幾點到 這樣 好險我們一開始沒有 我沒有見到他的臉 不然太好笑了 我們在拍之前其實 由Facetime 和導演和湘華去談這個 角色他們的關係的時候 到去演場排練 再加上拍到最尾那一天 Safo 他都是沒有見過我樣的 他很好笑 他在那個Facetime的時候 我們要第一次讀本 然後就是他在香港 然後他據說他當天早餐還抓了頭髮 想說要見那個對方對演員這樣子 給一個好的印象 然後他先上線 導演就說 Well你等一下就不用露臉 你就把你的屏幕關掉 黑屏 我是今天AM娛樂的那個 那個主持人 翻譯 翻譯 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對待白Q的這個角色 然後怎麼全摩他的心態 對待白Q 我覺得他跟我的角色 他跟我的性格 超不同 很不一樣 他就是很壓抑 然後我就是比較大啦啦 就是比較活潑 所以我在揣摩他的時候 接近一個一個月的前置期吧 我盡量讓自己 不要在那麼hyper的狀態 然後如果有心事 或是什麼的 我就盡量不講 然後就會提 就是了解到 壓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同時之間 我在跟消防對系的時候 因為我是收費做那個服務 我要做那個俯程式的那種 master 但那個手術 我們在對系的時候 好像是他的一個 叫這個西方的點 西方壓力的地方 所以他在外面 壓抑的越大的時候 他就透過這個方式去 學掉那種 那種壓抑的情緒 我眼睛那麼小 怎麼看到我眼睛背後的那個 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反而集中在這裡 我當然會用力一點 對呀 即是 眼睛又小 又耐傷 又不貼傷眼皮 交貼了那時候 然後那個拉鏈又在這裡壓住了 我經常都 然後就 肢體動作方面 一開始有著重去做的 譬如他要做一些比較 Dominant的東西的時候去做 但是 你越是在意這個 你被整個緊身衣包住了 看不到其他東西 你著重在這方面的時候 反而更加不自然 拍第二、三日的時候 一開始拍了這個緊身的時候 就感覺到了 導演也看到 導演 有一次導演是一個 眼睛非常之 Sharp的導演 你不可能瞞得過他的髮眼 我們有很多人過 就覺得不需要 特地想這件事 當他是平時的那件衣服 你做的事情會自然很多 那我就靠我這對 咛咛有成形眼睛去做起 我覺得人啊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當你被遮住了大部分的臉的時候 尤其是臉 你更能夠可以表現自己 因為你會覺得人家看不到你 然後就有一種表演法 是面具表演法 可是那個 在戴上面具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突然變得很真實 你會 我不知道 那是他表演的狀態 就是通常人戴上面具之後 會很真實 然後我在看他 因為我就 等於說我看到一個很真實的他 所以 比如說有人問我說 會不會很沒安全感 可是我覺得 反而是看到這個人的 最底部了 就是 原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會給我真的 我就會 也給他真的 就是你看了都是真的 我從來都是真的 我們拍手術室那幾場戲 我們拍了大約三個左右 他是需要被綁起 接近六至八個小時 因為拍到他吊上去 他身後是叫做 離開了地球表面 一段時間 那個moment 無論是窗還是手術桌上面 我們是拍了錄那種 他是沒有可能拆的 他是真的要這樣綁著 那 他 你要 不斷問 OK 那可能他說這裡有一點點緊 那可能會鬆一點 但是他就用這個狀態 去拍下去 所以超級厲害 非常之驚訝 另一個地方是他在那種 相關那個 在演戲上釋放的那種 能量很大 因為我們最後那一場 其實是說八Q 帶到Uberdick去了一個地方 然後 他很想脫開他 對角色上的一些負擔 他那個爆發力是 我覺得 我很少可 可以在 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一個女演員一起拍 而那個爆發我覺得 我很認真去看待 要付100% 我接住的那種感覺 平時也很認真去看待 你 我剛才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說錯話了 平時的角色 沒有那麼去到 要 要好像用盡全力 因為他是除了情緒上 還是 我們排練的 你當跳舞那一場戲 那個力度有這麼大 我會這樣形容 我最主要擔心的是 有 剛才說的手術室那一場 因為我需要綁的兩個招式 就比較簡單 其實是不需要離地的 他一零空的一些 綁的結構 全部都是靠專業的 聖博老師去做 因為 他不只是牽涉到一條繩 對 他真的掌咪這個自己的角 因為那個結構 不需要 一定要是隨時拆 拔到 才可以保護被綁的人 所以我是學了一些 他怎樣去令到對方 感受到刺激感的一些 tricks 但是 真的去到這麼專業的時候 就要靠老師去做 因為再加上 他那時候是綁住了口膠 所以就變成 Sawo你OK嗎 你OK嗎 你OK嗎 然後 他的水也被綁在後面 他都會這樣 就這樣 有有 這樣 就是 因為我想要快一點結束 不然我會更不舒服 就是有一點是覺得 快一點拍完 更好 就是那個狀態要 hold在那裡 生利其境 因為他就是要感受到那個很 極端的東西 然後回到他過去的回憶 然後 讓他的身體有那些 反應 所以 我其實很感謝 導演跟Will 他給我很安全 但是是真實的 就是 以前我們在學校學的時候 演員在舞台上 泄露真實情感 就是那個情感是要是真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 然後我能夠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 不舒服的臨界點在哪裡 然後他一直 我在那邊 顫抖的時候 他真的以為我 怎麼樣 我說不要不要你不要管我 如果真的怎麼樣的話 剛才Sawo有說 我們演員是需要 慢慢滲一些真實的自己的情感 但是有時候我們用了 不同的方法 可能是 自己的一些經歷 自己對於 這個角色的共鳴 報演的故事 我們其實是需要用所有東西 聽歌的 有時候當然也挺辛苦的 什麼 有時候當然也挺辛苦的 我們拍這個才拍十五分鐘的 最後溫柔的慈悲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好像會對這個女生 會感興趣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 弄到自己 那個地步 我覺得就是 白Q他過往 在感情上面有傷害 跟他的家庭 有很大的 關係 就是家庭也是 促使他有一個比較壓抑 但其實他 他如果是本身就是很低 很壓抑的人 本身其實沒什麼情感起伏的話 那還好 可是 重點是他裡面是火山 外表是 冰山 冰山 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 快要爆掉 但是又 所以他快爆掉的時候 就去花錢一下 然後被綁 所以花錢一下被綁 就把冰山踢開 對 我自己是會覺得 Uber Nick為什麼去到這個地步 是 他是一個缺愛的人 他是一個缺愛的人 他很想追尋愛 是什麼 在追尋 因為他 說他媽媽 其實跟他那個故事就是 他不想要他 是阿婆留給他 在這個原生家庭這樣長大之下 他會對我有一個購物 他會覺得所有人 給到一點點溫柔 他就可能是愛 但其實他從來都不懂得 找一個方法去放過自己 再重新接納一個這樣的自己 這個過程裡面 遇到 其實他有一種好像看到照片鏡 哈哈鏡也好 或者是 哈哈鏡也好 照哈哈鏡 你會覺得突然這件事 很 很不一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叫你 快點 請 成功 關 啥 現在 我們 我們 餐廳 橫